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这周出访德国、法国、挪威 而在此之前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4月访问北京时 才刚因为关切台海局势 以及批评中国人权问题 遭到秦刚强硬表示 中国不需要来自西方的教师爷 根据纽约时报分析 秦刚此行放递身段回访 就是为了拉拢欧洲 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却成为中国拉拢欧洲的阻碍 虽然秦刚这次在中德两国外长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一直在推动和平对话 试图平息乌俄战事 未来也将派特使前往乌克兰 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博贝尔伯克却直接警告中国 乌俄战争没有中立选项 如果中国选择中立 就是与俄罗斯同一阵线 认为北京应该与俄罗斯划清界限 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也进一步表示 乌克兰主权遭践踏 并不是北京所指高度复杂的问题 认为中国有必要敦促俄罗斯恢复理智 此外德法两国外交部长 在巴黎展开会谈时强调 中共是系统性竞争对手 欧洲在经济战略方面 应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贝尔伯克在推特表示 并不是要与中国脱钩 而需要降低对中国出现过度依赖的风险 如果忽视对中国依赖的风险是幼稚的 而贝尔伯克所指的依赖还包括安全问题 德法两国试图建立应对中共的联合阵线 德国中欧问题专家史明指出 中国到现在还没放弃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将会是中国试图拉拢欧盟战略很大的绊脚石 认为德国所谓的去风险化 不只是经济风险还有地缘政治风险 时事评论员陈世光指出 中共借助欧美拉抬经济 因此欧美国家可以利用脱钩的方式 进而促使中共改变 不人道不民主以及对世界造成的威胁 认为德国对中国的经济关系 不应只是去风险 应该透过脱钩迫使中国做出改变 记得这样的整理报道